大家好 今天是3月19日 欢迎收看新州沙巴新闻 先来关注今天头条 亚币警方从一宗进口汽车 陈列中心遭报欠案下手调查 最终瓦解一个跨州犯罪集团 逮捕两名前科累累的主嫌犯和一名华裔买家 找回36万令吉的失车及失误 亚币警区主任莫哈默塞迪助理总监表示 二主嫌是36岁和39岁 来自豆亚兰和巴巴 分别拥有18项及19项前科 同时涉及多次滥用毒品 被警方列入通缉犯名单 两人尿检皆对冰毒呈阳性反应 两人也曾被宾州和批州警方 坚守行为长达两年 警方也在通缉一名28岁无业 本地男子Adzero Seymal 此人是该报欠集团团伙 拥有19项前科 来自孟加达搭劳 塞迪表示 二主嫌招任在意达 甘拜原路一家进口车陈列中心作案 先打破玻璃门取走车池 把停在建筑物外的两辆双香式货卡架走 他说 警方已瓦解这个汽车陈列中心报欠集团 起货物品总值约36万令吉 至于其他案件失误价值 有待他州警方报告 另一则新闻 沙巴巫统主席帮莫达形容 对巫统不忠不义且不够坚毅的领袖出走 只会有利于泰烈流量 加速领袖交替 令巫统组织更健康壮大 他很高兴 我们不需要对不忠诚 且不爱巫统的领袖清理门户 他们自己跳槽 相信他们的离开将会使巫统变得更强大 他们说沙巴巫统尤其是 金纳巴丹岸区部组织已溃散 但今天有一千人出席区部代表大会 足以证明巫统依旧受人尊敬 受到人民喜爱 另外帮莫达昨日被记者问起沙巴 副首席部长沙赫米的党籍时回应 沙赫米在巫统冻结其党籍六年 换个焦点 明星党主席沙菲义表示 明星党决定不派人上阵 雪兰娥 森美兰、槟城及兰丹 几打及登加楼的周选 他说该党将会注重于巩固在沙巴的实力 因此不会派员参与周选 另外沙菲义要求沙巴州政府 从速在州议会承交反跳槽法案 及早立法通过以确保沙巴政治稳定 他说倘若州政府没有能力提成反跳槽法案 他已准备向州议长动议提成一项私人法案 他表示通过反跳槽法不仅 能向跳槽议员发出警示 也将惩罚那些引诱和收买议员的人 沙巴星州为您报道